我苍蝇 宁愿做一天的英雄 也不愿做一辈子的狗狭 这个宁愿做一天英雄的男人 竟然在光天化日下公然袭击 只为灭口警方的五点证人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 上有官僚贪污腐败 下有黑社会横行 小人物想要出人头地简直比登天还难 最终造就了苍蝇扭曲的价值观 为了让别人高看一眼不惜拿命去换 最终得到的却是报纸上几行冰冷的字而已 故事回到遥远的1988年 华哥是个混社会的小头目 每天咒服夜出 生活杂乱无章 这天远房表妹的突然造访 却让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机 我是阿鹅 你是不是表哥啊 华哥简单介绍两句继续倒头大睡 患有肺病的阿鹅特意从乡下过来 想去望角的大医院看看 因此需要再次为谋面的表哥家里借助几日 阿鹅来到厨房找水试药 找了半天却连一个能用的杯子都没有 无奈只能偷喝表哥的矿泉水 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 吓得阿鹅直接把药片吐到了瓶子的 二人的感情羁绊就此展开 原来打电话的是华哥的小弟苍蝇 苍蝇在肥酒那收保护费 打了一天的嘴泡一毛没收到 华哥起床后喝了一口水感觉味道怪怪的 却也没有在意 给表妹留下一百元饭钱便急匆匆出门 去帮她的废物小弟收账 哼 喂胖子 我告诉你 我苍蝇肯跟你谈那么久 算是很看得起你 我苍蝇可不是熟了 别怪我不上路啊 是我大哥教我做人要伸长不漏 帮他飞机里干了吧 他在我们厂里挂的一毛六的票一天 踩不过错了两天 现在不但飞不起来还不做轮椅呢 这种case还是我苍蝇亲手做的呢 你少来这套了 飞机他是老几啊 拿他来给我比 我告诉你 我胖子出来混 向来没有付钱的习惯 别说是你 有帮他黑熊够狠了吧 现在也变成小弟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他拿着票一刀我手上 现在被我打的是五官不全 只剩下一只眼了 你他妈的毛还没长全 找我手上 谁是你胆子 我身上刀疤 比你脚毛还多呢 干 刀疤 我大哥才有一条 你有什么 我把我自己淹了 你淹呢 看完了没有 华哥感到是苍蝇还在讲太常来 他知道肥酒也只是在那装枪做事 一个啤酒瓶就让肥酒献出原形 苍蝇对华哥那是佩服的五体头地 华哥还有一个在夜店上班的女朋友 他跟了华哥六年 钱没有得到一毛 结婚更是别想 怀了孩子也只能偷偷打药 更可气的是打胎的钱还是找自己网拉借的 女友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失望至极 决心要与华哥分手 华哥却也理智气壮地说 你从认识我那天就知道我是什么人 想结婚就别跟着我 二人好聚好散 不再废话 一顿暴走 惊醒了熟睡的阿娥 阿娥关心地问华哥是不是失恋了 没想到失恋二字却让华哥受性大罚 猛然想起这是自己的表妹 可不能乱来 但还是警告阿娥 如果再听到失恋两个字就把她扔出去 第二天华哥酒醒 为了表示歉意想带阿娥出去吃饭 没想到阿娥不但没生气还做好了早饭 桌面上饭菜整整齐齐 华哥的坐姿却显得格格不入 他似乎感受到了家的味道 阿娥故意调侃 再次说出失恋二字时 华哥羞愧地调整坐姿 然后一本正经地说 你别整天待家里 出去走走 但是阿娥说他没有朋友不知道去哪 华哥表示晚上带阿娥去看电影 阿娥满心欢喜 用手指小心擦拭裙子上的污渍 可还是不满意 最终决定换一条裙子 梳妆好以后正要出门 满身是血的苍蝇撞门而入 华哥赶快把苍蝇抬到房间给他止血 苍蝇疼得直接晕厥 这可把阿娥吓得头皮发麻 准备好的约会也泡汤了 奈何对方球技太高 用一只手就锁定胜局 苍蝇见此情景只能耍无赖 随后兄弟二人就被对方追着满大街跑 球王打开苍蝇的钱包 发现里面全是报纸 气愤地直接在苍蝇的胸口来了一刀 华哥见小弟被欺负 二话不说直接帮他报仇 对方人多势众 混乱中华哥被砸到头部 血流不止 他管不了那么多 一刀快准狠 所有人都不敢动了 阿娥听到外面的警笛声慌忙出去查看 听到开门声后 又跑到卫生间门口 却被撞得正着 表哥的生活神秘又充满危险 这让阿娥忍不住窥视 暧昧的气氛让阿娥不知所措 而华哥也只是点到为止 接过阿娥手中的香烟 告诉他肺不好少抽点烟 第二天阿娥洗好衣服做好饭 因为身体并无大碍就不辞而别 母豪买了几个杯子 我知道用不了多久 就会全部都被打破的 所以我偷偷地藏起了一个 等到有一天你需要那个杯子的时候 就打个电话给我 我会告诉你放在什么地方 阿娥的心思表露无疑 华哥也心领神会 几天后 苍蝇的弟弟阿希要结婚 由于苍蝇没钱 所以只能在没有冷气的天台摆酒席 阿希的岳父觉得非常没有面子 便骂道 没钱就别学人家摆酒席 还不够丢人的 阿希只能不断地跟媳妇解释 华哥见此情景也指责 苍蝇办的寒酸 苍蝇气不打一处来 当场就要和弟弟的岳父翻脸